各位觀眾我跟我的攝影抵達了土耳其的伊斯坦堡以後 一落地就發現到了 其實當地的美日晨報有報導台灣的搜救隊來這裡進行搜救 總共有44名 他們週三的時候是抵達了土耳其的阿德亞曼省 同時的話他們還有報導 外交部在Twitter上面寫著 總共捐贈了200萬美元的捐款 還有130名的專家和5支的搜救權 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夠以最快的速度 能夠找到了需要被救援的人員 除此之外的話我們還找到了一位 他其實是長期往返於台北跟土耳其伊斯坦堡 或者是土耳其周邊的一位導遊 來聽聽看稍早他的說法 因為那個已經在邊境了 那也沒有太多的景點 而且那邊確實相對比較 因為邊境比較混亂一些 所以我們正常旅行團是不會到那個東半部去的 地震已經到了第三天了 我們抵達了伊斯坦堡以後 只要你問當地人有關於地震 他們的第一句話通常是太可怕了 來聽聽看稍早的訪問 伊斯坦堡今天是在下的小雪氣溫是0度到3度 而如果是到了東南部的災區的地方 溫度更低了是0下了5度到6度 因此搜救的工作想必會更添困難 同時的話我們一出機場的話 還可以看到其實機場的燈箱很多都是白色的斷帶 以表達對這一次大地震的哀悼 好的以上就是目前我們在土耳其的最新情況 鏡頭交換蓬勒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請支持TVBSK